花莲市玄祭宫庆祝玄天上帝圣诞 同时也集结了信众善心 捐赠了一批物资给花莲市的食物银行 希望可以透过社福工艺平台 把物资转送给有需要的弱势家庭 市长魏家苑感谢公主礼服圣和信众大德 把北极玄天上帝慈悲为怀的精神 转化成为对弱势的关怀 花莲市玄祭宫在公祝玄天上帝圣诞的同时 也集结信众善心 连续十多年捐赠了实用的生活物资给花莲市食物银行 希望把玄天上帝的慈悲精神 转化为对弱势的关怀与照顾 在此要来感谢我们花莲 县债庆 楼下地主 每年在县天上帝圣诞万修之时 都关聘到民生物资 来提供到我们的卫生座 和民生物资 纸尿部顶 民生物资 来帮助我们厄势的家庭 以从北极玄天上帝 它的资金为怀 专闻为对厄势的关怀 透过到我们花莲市公所 这个食物银行的币台 来信息将我们这些物资 送到有需要的家庭 市长卫家宴特别颁证感谢状 感谢来自公庙社团的爱心意诸 今天要非常感谢玄继公李公主 多年来在我们熊雷公的 圣诞千秋的时候 都会捐赠我们花莲市公所的 食物银行一些 我们有需要可以帮助到 我们市区弱势的好朋友 甚至一些我们花莲县 我们只要有需要的人的一些物资 那真的很感谢 那已经很多年了 今天家宴特地来到李公主这边 特别颁证感谢状 要跟他说一声谢谢 其实他长期做爱心 不弱人 那也希望说他能够跑转 因为大家都能够来捐赠 让我们食物银行的一些物资 更能丰富 然后可以给更多的 我们需要帮助的人 能够来做领取的动作 市长卫家宴也呼吁各界 可以慷慨捐助食物银行 花莲市公所会妥善利用安排 让有需要的民众 可以获得最实质的帮助 借了会欢市报道